大家好,我是安東教練 歡迎來到Jonice的羽球小學堂 今天要教大家反拍的擊球 反拍的使用時機呢 也就是在我們慣用手的另外一側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右撇直就是我們的左半區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反拍來做擊打 會更有效率 正手拍換成反手拍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我們的食指跟我們的拇指 抬起來之後呢 做一個順時針轉的動作 然後讓我們的拇指跑到大面上 讓我們再重新把球拍握穩 好,那就變成反拍了 反手握拍呢 我們的大拇指跟我們的食指 會要盡量保持在同一個水平上 那這樣會讓我們的握力發力 以及下手擊球的反手會更清楚 更容易死力 步伐我們會需要一個 右腳要跨過左腳的動作 身體是要側身 或是背對網子 好,我們才可以很好的去做一個 巴力的使用 反拍的擊球點的話 會跟正拍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會讓擊球的位置 是保持在身體的前方 取一個適當的距離 讓我們的手臂可以很好的去做伸展跟盔擊 對於宣傳來講反拍很困難 那我們首先呢是因為 你沒有把身體完全的側過來 好,你是處在一個身體是 面向網子的狀態去做擊球 所以你的身體會把你的手臂的發力 是整個是卡死了 那我們要特別注意我們的腳步 跟我們的身體的方向 好,那我們讓身體側過來 右腳跨過去之後呢 我們的手才會很好的做發力 好,通常你要注意到 你的換拍有沒有換成功 因為你如果沒有換成功 你是拿正拍的方式的話 你會變成是用一個 手背的揮拍方向 那正確的揮拍方向 當你握對的時候呢 是一個拇指下方的手腕的 向前的揮的動作 而不是應該是一個手背的動作 陶菲克呢 也就是我們人類歷史上 反手殺球最快的人類 對,他的反手殺球跟正手是 基本上是一樣的 反手握拍的話 有一個重點就是 當他在做這個過度處理的時候 他是握在球拍的 人腳上 不是握在大面上 那在處理球在背後的時候呢 我們的握拍都是握在人腳上 才能夠確保我們的 擊球的拍面是正面 好,那陶菲克他的殺球這麼強呢 是他的時間點掌握得非常的精準 然後在反手的時候 他是用全身的力量去甩動 然後中間的力的傳導是非常的流暢 以上就是關於反拍的相關知識 如果你還有任何疑問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掰掰 拜拜